我们就先做一张资料表的计算 你放心 等一下呢 我就要展示 就是说我现在算只有2012年 但是2013年只要我把资料放进去 这视觉化图表马上跟着改变 好 那我们这边是不是有一年12个月 就是2012年的三大电信业者的行动通讯用户量是怎么样 那我是不是想要画出这样子的一张图 好 好所以首先首先我们应该是要应该是要 我再把我要画的这张图写在这边 就是现在算只有2012年的行动通讯的数据 好那其实其实我还是先照写 因为等一下再做修改 2012年行动通讯的用户量 我想这应该没有问题 2012年因为我现在数据只有2012年 你放心 等一下我只是把2013年直接放过去 这边视觉画图表就整个直接画完 2012年